聯合大學 就是就轉到我們學校來服務 那早期是在建築系 那在我們系上 就是算是在能言能動空調領域 就是學有專精 他在2020年 科學影響力的這個全球 屬於2-person的頂尖科學 科學家的榮譽 這個不簡單 然後教學跟就是服務熱誠 受到學生的一個肯定 王倫天教授 他跟剛才瑞隆老師的一個專長名義 是比較接近 那他過去是 是成大的一個學士 碩士跟博士 那他同時有建築師的高考級格 那過去在建築師事務所 認知過 所以產業跟教學經驗也非常豐富 那在綠能建築這個區塊 跟就是我們前面所談到 在科技教育的推動 過去他也著力盛生 這個是我本人 那我過去是台北東專 那台師大公教所的碩士 跟教大機械的博士 那在學系上負責 就是機械製造機構 跟能源動力電腦輔助製造 這個都屬於國高中生活科技老師 就是 資資培育的一個必修科目 那我們事實上這幾年 很多也都是 就是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協助 像我也協助教育部資科 是在推動中小學能源教育這區塊 那也帶領學生去參加能源競賽 獲得就是不錯的一個成績 那美珍老師 張美珍教授 他是我們學系培養的 就是博士 那他在碩士是在國外取得 那這幾年我們教征考得不錯 那美珍老師 在教材教法的部分 就是協助同學去了解課竿跟教材教法 那過去張美珍教授 然後是在科工館擔任副研究員 那我們在轉型期間 就是極力的邀請 美珍老師回來認教 那也是因為他的努力 我們近幾年的教征成績 就是獲得不錯的一個 就是成果 那肯定義老師 他過去學士是在教大 那碩士在台大 那博士來到高師大公教系來就讀 那他屬於就是工程跟 教育領域的跨領域的一個 就是師長 那過去他也在私立學校任教 那我們就是在私資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工程領域跟教育的跨域的一個 就是師長來 就是協助我們在帶領同學 在更多就是跨領域的學習 所以 均衣老師尤其在偏鄉教育這個部分 他也著力盛盛 那也協助教育部推動很多的一個計畫 那他也帶領同學去參加競賽 獲得不錯的成績 這是范茲晨老師 范茲晨老師是我們高師大的學士 那 台師大科技系的一個碩士跟博士 那在博士 就是養成期間他也到美國去 就是千里馬計畫 這個在國內是不簡單的 等同是到國外留學一年 那畢業以後我們極力的去 就把他邀請回母校來任教 那跟前面幾位師長一樣 因為他在課綱108課綱 的部分 就是協助過去他的指導教授 著力勝貞 所以學生當年就是在考教征的時候 就是在大學期間 準備教征 就是范茲老師也提供很多的協助 那也一樣 我們進來以後 就是協助下一步計畫的推動 鄭國民老師也是我們學系的一個 就是培養的博士 那他過去也在高職任教 也在公司成立公司 所以在電機 機電整合電子電路這個部分 國民老師他擁有 學術跟食物 專長的領域的一個老師 那近幾年 我在帶領學生參與 就是科工晚辦的能源競賽 或相關專題競賽 在電控的部分 我都會跟國民老師來協同指導 那在機械跟電的部分 就是得到一個整合能力的開發 那葉倫老師他的大學 跟碩士是在台大 那他的博士是在美國 取得電機資訊 那 在來到公教系任教之前 他 也在 就是中國大陸的中科院 從事研究員的工作 那他的專長名是資訊領域 的一個教授 教學 那龍頓老師 過去是在 很多那個 科技領域的大廠 那他在 學士部分是成大功課系 那在空調領域 他 協助我們 就是甲級廠的一個建制 跟就是 協助學生 來取得這個甲級技術式證照 那在產業的經驗跟學術領域 的專長 他就是著力申生 我們也很感謝他 就是 來到空教系 他一樣有冷凍空調的高考技師 那也 就是同時就是協助學生 取得 就是冷凍空調高考的這個 技師的這個 就是培養的部分 他也著力申生 那智章老師 在來到 工教系之前 他是在晴藝 課大 任教 那 他也一樣 跟剛才的榮順 對榮老師 一同來協助培育我們大學部學生 就是 可以順利取得 甲級證照 以及我們 就是冷凍空調技師的這個 區塊的一個教學 他的教學也獲得 學生很多的肯定 這個是我們學士老師 我們學士老師 就是在 過去這幾年 就是因為我們推動計畫 缺乏師資的這區塊 那學士老師 就是 就是協助我們 就是 在系上 很多的一個教學 所以他目前是我們的一個專案老師 接下來我 利用大概5到10分鐘 簡介一下我們系上的一個 就是 兩組的一個教學資源跟設備 那待會會 由同學來講 比較多的學習跟 就是未來的進入的部分 那在我們 公交系 因為在105年開始成立 能源冷凍空調組 我們非常積極 學校也非常支持 教育部也非常支持 我們 就是提供 就是很多的一個實驗室的一個建制 那 我們能源冷凍空調組的學生 其實是比較像大學 外面學術型大學的一個 就是工程領域的一個 專業的教學特色 那我們雖然人數少 那我們採取試圖制 我們 剛才介紹那三位老師 各有成立不同的這個實驗室 那我們很多學生在大一 就進入到實驗室 開始進行了這個專題研究 那我們在學習期間也就是 鼓勵老師去邀請夜師 來做所謂協同食物的教學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包括有廖居正總經理 宋文君跟吳彥慧技師公 建議技師 這幾位就是學有專精的 那 產業實習的部分 我們在暑期期間 也大力的來推動 讓學生知道未來在職場上 就是要從事能源冷凍空調 工作的一個概況的了解 那專業學習的軟體請參與 那待會我們 就是會有一個比較詳細的 一個學習的進入 那我們在大勢下學期 能源冷凍空調組的學生 最近這幾年大概每學期 大概有三到五位同學 到產業界去做一個半年的實習 實習 那實習的狀況都非常好 然後也搭接著未來 學生的一個就業 這個是 關於如果有興趣擔任 就是高職冷凍空調科的一個教師 那我們在去年 積極向教育部申請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那如果同學進來以後發現自己對 教學非常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就是取得教程以後 就是未來以當高職 就是冷凍空調科 或者叫電機工程科的一個老師 的一個進入 那這是我們能源冷凍空調組的 這個不同的一個 就是發展進入 這邊我們把它分成了 在走文的部分 就是以高跑技師的目標為努力的方向 另外一個以甲級冷凍空調技術士 為 那過去這幾年 我們這兩個部分 都獲得不錯的一個就是成績 那110年我們有 邱逸淳同學跟李明彥同學 取得甲級技術士 那在高考技師的部分 在108年跟110年 尤其像110年黃耀德同學 他大學畢業 就馬上就考上 就是高考的這個能源冷凍空調技師 這個提供給各位 就是家長跟同學來參考 那未來出入 因為 很多人看到能源冷凍空調 都會誤會以為是裝冷氣 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未來可以從事 在半導體產業 在空調技師 相關的一些產業的一個 就是屬於高端的一個 工程人才 那這個其實 對很多高中生或家長來講 這個部分 請各位 就是 可以去釐清 因為 畢竟這個名字其實會造成一些誤解 這是我們 過去兩年來 第一屆跟第二屆畢業校 有在升學上的一個成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 每年都有推增上台大 那成大 就是頂大 台青教程的部分 都有很棒的一個 就是 升學的一個成果 這個是我們只有大概15到20位 畢業校的一個成果 所以 這個 錄取頂大的機率其實很高 那 這是我們 能源冷凍公條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教學設備的一個 就是 建制 提供給各位參考 在教學軟體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在 科調組的這個教學設備部分 我們其實這個基電整合以及的部分 我們同時提供給 能源組跟科技教育組的同學 一起來技術 我們這個設備也是 符合 勞動部的這個檢定的標準 那最近這幾年 很多同學拿到秉級跟乙級 這是我們電子教學設備 那這是我們科教組 那當然我們也歡迎 就是 能源冷凍公條組來 就是學習我們有關於 就是傳統這個機械加工 以及CNC的這個加工 那這是我們 兩年前 向教育部申請1800萬手 聽購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教學設備 這是我們CNC的這個加工機具 的一個購入 那剛才在給各位說明 了解說來到公教系 我們是屬於多元學習 跟一般高中生最喜歡的 動手實作 理論跟實務的一個整合 那我們可以報考的這個 包括祭司也好 包括證照 就是有這麼多 那配合學生的學習跟就業 我們在暑假也好 學期間我們請夜師來授課 那大四下學期我們 同時有九學會讓學生 全部到業界去實習 不需要回學校 那這幾年這個部分辦的成果很好 另外一個是我們 老師在帶領學生的一個校外競賽部分 我們最近這幾年 包括美甄我本人跟瑞榮智章老師 我們都帶領學生去參加校外相關的競賽 成果也都很棒 我們這邊就是把能源組的一個學習進入 做一個簡單的圖卡 那如果說對當老師有興趣 在大二他可以去考我們學校教程 成為私培生 然後去修讀 就是在能源組的課程以外 另外再去修讀教程科目 那參與教師檢定 那以就是考取高職冷凍空調科教師 來做一個學習的目標 那如果是對產業界 是未來在 就是能源冷凍相關產業的課程有興趣 我們在學習期間會輔導證照 那暑假跟大事期間 這邊有看到就是去半年的實習 那也有研究所的考試 這個部分 所以搭配這樣子的一個學習進入 我相信就是可以滿足我們目前 這個國內所謂的就是缺乏 高科技人才這部分的一個培育 那我想學生進來以後 有多重的一個選擇 那在我們科技教育組 我們主要是以培育 國高中生活科技老師為目標 那進來 封校系就讀的時候 我們也就是提供 就是 專長的一個學習 跟 就是能源與空調組的這個學習的過程 是可以相輔相成 那學習期間 我們也建議學生去參與版書檢定 跟三週實習 另外 就是 科教育的半年實習 是放在 就是大學畢業以後 有一個半年的教學實習 然後 取得教師證以後 去參加教師的一個真試 同時這幾年我們有同學 也在這個研究所的考試 不錯的一個成績 那另外就是 有少部分人員會選擇去就業 那這幾年為什麼 大部分都是去考國高中生科老師 因為這幾年的缺開非常多 那這個是我們 近年畢業生的 就是一個就業的狀況 那學生 在能源冷凍空調相關的公司 都是屬於大廠 而且就是表現的都非常優異 這是我們教師真試的一個榜單 那我想這個 可以給各位家長跟同學 如果是對國高中生科老師有興趣 各位可以知道這個 人數其實是 我們是大於台師大 因為台師大這幾年在 生科教師的培育的人數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如果你搜尋高師大公教系 或者歡迎加入公教系 就是FB都可以透過這樣子 來瞭解我們公教系裡面的一個 像剛才我所說明的這一些 我們系上的一些 就是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我們也是有高中生專區 那以上就是我的說明 提供給家長跟同學來參考 好 那這個部分說明完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一併 我們先 先有那個 就是科教 科教組的同學先 先掛上來好不好 那個科教組的 ok 好 好 那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大家好 首先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洪心瑜 我是公教系科技組四年級的學生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些 系所會 就是我們公教系在學些什麼的 簡易介紹 以及我們的徵兆考試 還有我們的Maker應對 好 那公教系在學一些什麼呢 欸 所做課程以及我們的技術課程 對於公教系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電工而言呢 就做的非常仔細 我們電工跟電子 就有分大電以及小電 那大電呢就是我們的 電工技術室內配線課程 還有我們的電子學 以及電子電路 就是在麵包板上面做一些實驗 以及我們的電子學理論課程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的機構與結構 那機構學與結構學呢 就會學一些相關的硬力 或是彎指等一些 就是特殊的一些知識 然後再來呢是機械加工 機械加工呢 我們就會透過學習一些 車床或是洗床 對我們的金屬進行一些加工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 我們所要測量的一個 比較精確的一個基準 然後再來理論課程的部分 有工程數學 能源與動力 以及工程設計 那工程數學呢 在我們的理論課程 也是相當重要的 那在我們遇到一些 比較難算的題目 或是比較數字大的一些 需要計算的一些 題目的時候呢 那工程數學 我們在工程數學上面 學到的方法 就會讓我們更有效的 去將這個題目或是這個 或是這個專案 讓它比較好計算出來 那設計方面呢 也是對於工程系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的木工與繪圖 我們就會透過 AutoCAD或是Inventor等 將我們的想法具現化 然後木工的部分呢 則是木器製造 我們會透過老師的教學 以及一些工具 從粗糙的木頭 變成一個精緻的箱子的過程 那這就是我們木器製造 在學的東西 我們會透過一些工具 或是機具 將我們最原始的木頭 然後呈現出一個 非常好看的作品 那產品設計呢 就是透過我們的電腦繪圖 然後將我們的想法 具現化之後 再來讓我們學習木器製造的知識 然後將我們的成果 具現化的一個課程 再來呢 是我們的教育類科 我們科教族呢 以培育生活科技老師做為專業 因此系上就會幫我們安排一些 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等一些課程 教我們設計一些教案 或是教我們設計一些教具 然後為我們以後成為 生活科技老師做準備 然後教育心理學呢 也是對於師培生非常重要的課程 就是我們以後當老師呢 就是可能會需要讓學生們 就是看學生們的狀況 又或者是他們現在在想些什麼 然後去透過一些教育方法 讓他們更容易學習到東西 然後呢 再來是諮詢科技 同為科技領域 諮詢科技跟生活科技 兩項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公教系呢 也會開設諮詢科技相關課程 像是人工智慧或是程式設計 以及遷入式系統 那我們就會在裡面學到一些 例如說Python或是C的寫法 然後遷入式系統呢 就會教我們Arduino以及ESP32 然後我們就會將我們所學到的東西 可能化作一個專題 然後去進行一些發表這樣子 接下來呢是我們考取證照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 我們的技術能力在我們公教系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學生可以透過考取證照 將我們的技術具現化 然後或者是透過我們技術證照的考試 將我們該學起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在考場上發揮它 然後同時呢 這件事情是對於 自身實作經驗的一項認可 木工以及機工 是我們公教系的三大技術課程 那電工呢 我們是可以考取最基礎的 室內配線秉級 而木工呢 就是我們的家具木工秉級 機工就是我們的機械加工秉級 好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的 Maker製造者營隊 這是我們系特有的營隊 然後呢 然後這個營隊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從體驗者 像是我們高中 可能就是體驗一個營隊 他參加一個營隊 那現在大學不一樣了 我們就會升格到主辦方 我們會體驗到 從很開心的體驗營隊到 淚成泥泥 就是參加這個營隊 就是從頭 從無到有 從課程活動 從我們自己設計 然後當我們完成這個營隊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真的好累 但是也真的很滿足這樣子 然後這個營隊呢 是透過不同的分工 然後完成的營隊 然後像是我們 我當任隊服的時候 然後營隊之中幫助小朋友 就是他們所有的需要或是介紹 然後要了解課程在上什麼 當小朋友聽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要下去幫他們一一的介紹 或是幫他們再重新複習一次 然後還有我們的可能會有課 就是課程設計組 就是我們營隊中會上的課程 都是由我們的教學組 就是課程設計組去設計的 然後或是我們的行政組 就會設計一些像是對牌啊 美宣或是一些行政相關事宜 Maker營隊呢 是以探索偏向教育 在台灣發展的情況 就是為終止設立的一個營隊 然後呢 因為是Maker製造者營隊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們自己製作 然後我們會以自己設計的課程 然後教會孩子們如何動手創作 嗯 這件事情對於生活科技 就是動手實作 這件事情對生活科技來 透過這個營隊呢 訓練我們跟小朋友 就是如何去溝通 如何去就是教他們如何手做 然後 然後也可以 嗯 更提早的 讓我們去接觸現在的小朋友 然後熟悉生活科技老師 一些相關的事宜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 呃 整個營隊結束之後 看見學生們滿足的表情 就是自己 自己去做一個東西之後呢 才會知道啊 這個東西做成是有多大成就感 那我們每一次就是辦完這個營隊之後 學生們只要做完東西 他們的表情就是那個很漂亮的滿足感 那這對我們來講是十分欣慰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讓廣裕學長來介紹我們的獎學金 競賽實習以及面試技巧三大部分 那我們歡迎廣裕學長 好 呃 各位同學大家好 等我一下喔 我分享一下畫面 單個視窗 好 這樣有看到了齁 好 各位家長呢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公教系科技組大師的劉廣裕 這邊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下 呃 目前也是國海院的計畫獎助生 呃 在大學期間呢 也很喜歡跟同學一起去組隊 參與競賽 像是微電影競賽啊 還有教具設計競賽 都是校外的競賽 也都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那平時呢也會參與一些志工教育服務 像是系上Maker的服務隊啊 還有一些志工團的客服老師等等的 所以我會總和以上的經歷呢 來去跟大家做獎學金 競賽實習還有面試技巧的 一些三大重點的分享 啊 進到第一個大重點 就是我們的師資培育獎學金 這是教育部呢 給所有師資生都可以去申請的 一個很大的福利 很多錢喔 一個月零八千塊錢 為期一年 也就是說你一年有九萬六千元 將近十萬元的獎學金可以去領取 可以去申請的 那你下一學年度呢 想要再領這個獎學金 你就再去申請就可以了 申請條件不困難喔 學業平均85分以上就可以去申請 那你在受領獎學金的期間呢 是需要服一些義務的 要是你需要去服一些教育服務啊 去為三大弱勢的學生 你要去為這些弱勢學生 去做一些客服等等的 要滿36個小時 還有一些工作方 教育能力檢定等等的 哇塞 很多同學看到這些義務 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嚴格 怎麼這麼麻煩 他就不去申請這個獎學金的 那這邊學長提出一些 個人的看法跟心得喔 那其實在這些 經歷過這些義務之後啊 我自己的教學軟硬實力 都是有大大的提升的 所以呢你不能去小看這些 也不能去害怕這些義務 你就去做就對了 就是這些義務做完之後 你還有錢領多好啊 這是師資培育獎學金 那其實除了這個獎學金之外呢 學系還有很多獎學金 你可以去申請 像是成績優異的書卷獎啊 優秀學生獎學金啊 甚至你出去外面考取一些證照 或者是你去外面參加比賽啊 都是可以去申請一些獎學金 來去做補助的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進到一下 我們下一個重點是競賽與實習 那在剛剛也有提到我 我跟同學在系上的時候 也有一起組隊去參加競賽嘛 公教系培養的我們什麼能力呢 第一個教學能力 第二個就是實作能力 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整合這兩個能力 來去做一些競賽 出去參加一些比賽啦 那熟悉雷切機的同學 可以看到左手邊這張圖片 你一看就知道他就是用雷切 雷射切割來去製作出來的一個行動教具箱 這也是我跟同學運用系上的這些資源 來去做出來的 那也有獲得了校外教具設計獎的第二名 然後接下來講的是這一個實作相關的競賽 剛剛也有提到我們系上有提供非常多的機具嘛 像是木工的機具啊機工的機具啊 甚至是一些電腦輔助製造的機具 那其實都是很好的可以去做一個運用 來去參加一些 像是我們有去參加了百萬創客競賽啊 家具設計競賽啊 還有這個可以特別提出來就是 微電影競賽 那也是去年才剛比完的 那也獲得了一些銅牌獎 蠻不錯的成績 這是主要兩個相關的一些競賽 好提供給同學去做一些參考 那接下來是一個 這是另外提出來的一個公部門工作實習 那畢竟我們是教育相關的科系嘛 科教主是一個教育相關的一個科系 那我們學系呢 在各個縣市的國高中啊 其實都有去做一些連結 那跟科公館呢 也是有產生一個非常大的連結性的 那所以就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謀合 讓我們的學生呢 去那邊去做一些實習啊 或者是一些助理的工作等等的 在學期間就可以去當一個助理 像是我有同學啊 他就在學校的科技中心擔任一些行政助理 那我自己呢 只是在科公館去擔任一些實習生啊 還有一些專案助理等等的 那也設計出了很多不同的教學活動 那我覺得不管是你去學校也好啊 去博物館擔任什麼實習生也好啊 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增進你的教學領域的一些能力 那包含一些職場應對啊 都是可以去做提升的 所以其實公部門工作實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訓練自己的 這是競賽與實習 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下我們公教系啊 你來進來我們這邊要來面試的一些技巧 第一個不免俗講一下面試的禮儀 一開始你就敲敲門嘛 一開始敲那個面試市場的門進去之後呢 看到教授你就要第一時間跟老師說 老師好或是教授好 那教授請你坐下你再坐下喔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一分鐘的簡短自我介紹嘛 面試完了之後呢 教授請你起來的時候 你就再站起來 將椅子靠上 椅子一定要靠上喔 然後再跟教授鞠躬說謝謝 之後就可以出去 好那接下來是個人的一些面試建議啦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製作個人三折頁 因為這個三折頁可以幫助面試官快速的熟悉你是誰 並用裡面的一些內容拿來去做提問 所以有你想要那個面試官提問你什麼 就是寫在三折頁裡面就好了 那表達明確的志向非常重要 你就是要表達 你就是要當生活科技老師 那你的面試就會比較順利一點點啦 那第三個面試的準備 熟悉科系一定是最重要的 你就狂看公教系的系網頁就對了 那還有一些在學的重點經歷啊 像是你有實作的能力 或是你有教育領導的能力 你都可以寫進去 或是在面試中去多做論述喔 那第三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到底認不認識生活科技 你要去了解生活科技是什麼 那以及呢 你去思考一下 要成為一個老師去具備的能力是什麼 這些都是可以在面試很加分的技巧 就是我的一些分享一些建議 好那接下來呢 有我們另外一個也是很厲害的學姐 余涵學姐呢 來去進行分享喔 好欸各位大家好喔 我叫高余涵 那我目前呢 我在大學收了300多個學分 那畢業的話會拿到四個證 就是中教、生科、資科、小教 還有小教、資科 那可以拿到這麼多證 其實很吃學校齁 就是 斷掉了 這個很好的選擇 欸 你剛剛還沒有聲音 OKOK 那現在有聲音嗎 OKOK 好 OK 那大家我就 老師這樣清楚嗎 可以 可以 好的 嗯 好 我們就先下一頁 OK 好 那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你想要申請公教系的話 你備審可以怎麼來做 好下一頁 好 那剛剛呢 新語還有廣益都有提到 其實你要就是 了解生活科技在做什麼 然後呢你要知道公教系在幹嘛 所以其實 系的網頁呢 是你很好獲取資料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呢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收讀 12年國教的課綱 總綱 生活科技的課綱 這樣子 這樣子你在面試的時候 如果被提問到 你也比較好講 好知道要講什麼 那再來呢 就是你在 你在背審呢 你可以呈現你的知識 然後呢 技能跟態度 知識包含什麼呢 就是你的科技素養 那素養這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看總綱 他是怎麼去定義素養的 那再來呢 就是你在科技 你學校上 生活科技上面課程的表現 然後呢 還有呢 你對呢 現在科技教育的時事 例如說你了不了解 深深用平板啊 然後呢 或者是雙語課程啊 或者是白白有冷氣啊 這些 比較常見的新聞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再來呢 就是表達你對科技的興趣啊 然後呢 更甚至如果你已經有教育理念的話 你也可以在就是面試的時候表達喔 或者是寫在背審裡面 那再來呢 就是技能的部分喔 技能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中學的時候 有考一些證照 你可以寫出來 科技的啊 資訊的都可以寫 那再來呢 就是你有沒有參加過相關的比賽 或者是你在學校社團啊 你可能參加跟科技相關 作品 你也可以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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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如果你有團隊合作的話 那在團隊裡面呆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你都可以在背審這邊去顯示出來 下一頁 那你的背審呢 這裡可以分三個程式 大家可以來審視一下你的背審現在大概到哪一個程式 第一個呢就是你有沒有重點 重點除了你可以幫教授畫重點 你可以幫看背審人畫重點之外 你有沒有辦法 让大家看完你的背审之后 知道这是一份有重点有内容的背审 那再来第二个层次 就是你的标题 标题其实就是一个引人好奇的敲门砖 如果你想要让大家一看到你的背审 就知道你在这个背审里面写的是什么的话 那你的标题很重要 因为教授可能一份背审 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那他可以先快速浏览过标题 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整个背审的架构 然后你这个人的脉络是如何 那第三个层次就是脉络 就是你的图像 你的这些内容能不能串起你 让你可以展现出一个 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在教授面前 好 那你可以在里面写什么呢 就是像是团队分工 团队分工你可以展现你在团队中的定位 那再来就是一目两人文件 例如说你有去参加一些比赛 或者是你的社团 你有一些技术上的文件 那他可能没有异读性没那么高 那你要如何就是把它 例如说这个简单流程图 然后呢放在背审里面 那这样子一看图表就可以很清楚的显现出来 那再来就是你的经历收获 就是心得啊部分啊 这些不用写很多 但是你要展现出 你看这个比赛啊 你看这个社团啊 你的经历跟你的关系是怎样 你的收获是什么的 那再来是图片 图名必要当然很重要 但是就是过多图片或是过多文字 其实在异读性上都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放图片的话 你可以放的是简单几张 你可以呈现出你在这个比赛里面的表现啊 或是你很认真样子啊 或是你团队合作 你的团队照片啊 简单几张可以表现出你的照片就可以了 好下一张 好那这部分呢 其实主任主任刚刚就有提到 就是要怎么就是成为老师 这个路上 其实有很多关卡要去挑战 那如果大家就是需要很详细的资料的话 你也可以扫描左上角QR Code 那是我们高师大的失陪中心 它里面有很多资料 大家可以看看 好那首先呢 如果你要成为老师的话 你一定要成为失陪生 那失陪生就分两种 一种是学系失陪 一个是失资培育 那我们系上就是公教系呢 是属于学系失陪 这其实非常好 就是你一进来呢 你就是你就是学系失陪生 你就可以直接去修教程的课程 你缴的学费呢 就是包含公教系跟失陪的 你不用再额外缴钱 可是如果你的系 你考进的系上是没有失资培育的 然后呢 或者是你像我一样 你还想要再去多修一阵 就是小教的话呢 那么你的学费 就是还要再额外缴 然后呢 你要额外修学分 然后你的单位呢 就是归于在失资培育下面管哦 好那再来呢 第二关卡就是你要 就是你已经成为失陪生了 你要来修习这个失陪相关的课程 那其实失陪相关课程 有很多顺序 跟妹妹嘎嘎 这个你可以进来之后再研究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的是 大家都知道 双语现在是流行的趋势嘛 这个学校到底有没有在开设双语课程 高师大师有的生活科技也是有双语课程的 有开设你才有办法拿这个证哦 所以有没有这个课程其实非常重要 那再来修完所有课了 好不容易快毕业了 你接下来就是要考教育的检订 那教育的检订 如果你有双证 或者是你有家族专长的话 你其实只要考一次就好了 你只要有第一证 你后面都是可以用加的 用加的哦 所以这其实还蛮划算的 好那再来呢 终于你走到了就是毕业你要去半年实习了 那半年实习呢 就是请你实习你第一证的科目 就是如果你以后要当生活科技教师 你实习就是生活科技 你要当资讯科技教师 你就是去学校实习资讯科技哦 然后终于成功 你终于成功获得了教师证 就是等到你实习结束后 你就可以获得教师证 可是你获得教师证 你还不是正式老师哦 你要去考教证 考教证就是去学校 有读照有全国联照什么之类的 你都可以去拿到教师之后才能去考 那或者是像是系上有一些公费生 就是如果你去念系上研究所 那他你毕业之后就是老师 这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 成为老师的一个管道 好下一页 好那你要怎么去 就是选大学其实主要就是要选和 就是适合你的科系 然后你喜欢的学校嘛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呢 下一页 好 大家可以看哦 就是在教程部分 其实主要就是分中小教 好那宗教呢 就分国中跟高中 那小学呢 就是主要就是教小学 那但是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学分数 宗教的课程修完了 就是26个学分 可是大家看小学 小学是46个学分 多这个20学分其实真的很多 而且还蛮痛苦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加阶段 你真的要有可能会有岩壁的就是考量哦 那再来在教检的考试上面呢 中的教育只要考四科就好了 那可是小学教育呢要考五科 它会多一科数学 那宗教跟小教呢 其实它的差别就在于 小教呢 它其实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哦 你要在小学的过程呢 你就要帮学生去建立这个常规哦 然后呢 你要帮他带一些观念 然后带一些态度 更多上的是就是 班级经营情境上的教学哦 那可是在宗教呢 知识学科会相对变得比较重要哦 那你跟学生呢 会变成是一种沟通 就是他不太受你管 那你主要就是 你要去跟他是沟通哦 而且那个班级经营啊 你会呈现是一个团队的模式哦 所以呢 宗教跟小教呢 你可以其实依你自己的个人性格 或是你就是愿意 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去做选择哦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疑惑说 自己适不适合当老师哦 那他疑惑的点就是 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小孩 但其实 喜不喜欢小孩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哦 为什么没有绝对的关系呢 因为其实孩子更像是你的同事哦 那你能不能当好老师这件事情呢 主要呢 是还是你的知识态度跟技能 你有没有做好老师的这个能力哦 所以呢 其实和孩子哦 你比较像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哦 好下一页 好 那再来呢 这个部分就是不止适用于高师大 是适用于现在各位考生 就是你要怎么去选择适合你的学校 主要分三大就是环境资源跟同财哦 那先说环境 那这部分是我自己在选大学的时候就有去做的哦 就是去去参访一下 就是去玩 去看各个学校就是怎么样 这样子 来个参观大学之旅哦 那这很重要为什么 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学校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你会在那边待四年 那这个学校呢 这个宿舍也帮我门禁啊 然后你去看你的戏所 你喜不喜欢那个教室 它会影响到你的 就是如果你走进那个教室 就觉得压力很大的话 那这样子其实对你学习态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是你有没有 喜欢这个学校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要在那边生活四年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这个学校的资源哦 那这个资源其实包含 除了自己本科系的话 如果你对其他领域课程有兴趣 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机会去修到这个其他科系的课 这也很重要哦 那再来呢 硬体设备的话呢 像是公教系就有工厂 那这是其他学校就是没有的 那如果像是学校授权用的软体呢 然后呢 还有就是电脑坏掉有没有修 这些都会成为就是你在学校呢 不能好好学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哦 所以呢 学校资源呢 其实主要是 就有点像是你可以在学校生存多久的概念哦 那再来就是同财呢 同财呢就是不同不同起跑点会有不同的动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假设今天你是一个电汇小白 可是呢 跟你一起入学的人 每一个可能都是高职毕业的人 然后电汇高手 那这样子你在上电脑绘图课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吃力哦 你会觉得跟不上大家 可是如果相对的 今天大家跟你一样 都是工厂的新手 他们都没有接触过工厂 那你在你们在一起学学后 就是可以互相抵立哦 那你就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你会学的比较有成就感 所以呢 在选择就是你自己适合的 学校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这三大点 就是环境职员跟同财哦 好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老师请问要现在进入Q&A的环节吗 先先给我们能源组 三位同学先简报完 我们再一致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现在你先退掉 那是由谁先是益存还是千佑 还是那个雅静 我 好 那我们就请雅静先 OK 谢谢 好 那我们 我是公教系能源组的学生 那我们能源组的报告 也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组的一些升学状况 就是说如果 学生以后来到能源组之后 你未来想要读研究所的时候 你有哪些学校可以做选择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讲到有关教程的内容 比如说你要怎么准备教程 或者是教程有什么好坏之类的 那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会有另外一个同学 可以分享他自己个人的一些修课内容 然后包括奖集 还有一些能源组的一些其他资讯 那这个地方我列了一些 我们组比较重要的一些专业课程 那蓝色的他就是属于空调领域的 同色他就是属于热流领域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修课 比如说像绿建筑 建筑能源模拟分析之类的 那个可能是属于环控的 所以说你未来不管是在升学 或者是要继续就业的话 你除了空调领域 你还可以去选择热流 或者是环控的方向去发展 那还有我们其实还蛮希望学生去考的 空调祭司考试的 所以祭司的考科都是必修科目 那在大学毕业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参加这个 人生扩扎机制考试 那前面也有讲到有个学长 是毕业之后就有去考 那大部分的学当节 他可能是毕业之后 会先选择去读研究所 就是往上再继续升学 那可能少部分的同学 他想要去直接就业的 他可能就可以去参加 四年级下学期的一个产业时期 去衔接他的 这个未来的一个职场 那因为参加推增 参加硕士班的人比较多 所以后面的部分 会着重在讲这个升学的部分 那升学管道主要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推增 第二个就是考试 那推增的话 非常非常看重你的在校成绩 其他像专题啊 或是什么竞赛成果 多益之类的 都是属于你的加分项目 所以如果你是想 已经有想要靠大学当做一个跳板 然后到研究所去念书的人 你大学期间维持好你的成绩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是可能到大三 才想要读研究所的 或是你的在校的排名 没有这么出色的人 你就可以选择 或是班考试 那你如果以乐有主为例的话 考试主要分 上面这四颗 热地热传 流利跟公主 但这四颗都是最难的专业科目 所以你在考试前 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而且其他人可能还会去补习班上课啊 之类的 所以他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他的推增的录取率 也会比推增的还来得低 所以我们组的学生是比较多 会用推增的方式升学 那推增主要是分为两个 应该说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书审二阶是面试 对 那这个跟升高中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说 你的整个书面资料 语行弄得很花里胡翘 然后很多的一些图片 我觉得你维持你的整个版面的干净 排版整齐 而且你很简单二要的去写说 你的优势或者是你想表达一些重点 是大学教授会比较想要去看的内容 而且当中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报考动机 因为报考动机你可以写到说 你为什么想来 那你来了之后你能够做什么 或是你能够怎么样去利用系上的资源 那教授看到之后 他也会对你有些想法 可能是说你确实是对我们系上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 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你有兴趣 他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就会问你说 那针对你提的这些东西 你会 你为什么想做 那你要怎么做之类的 所以 我觉得报考动机是还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内容 那面试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会先预想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回答的时候 你要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或者是一些实际的构想计划之类的 像教授才会比较觉得说 你不是纯粹只是喊喊口号 而已你是有实际的有想过自己的未来 然后想要做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组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用推增的方式升学 所以你未来可以选择的学校跟你的在校成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你是成绩前20%的同学 也是可能前半段的同学 你就可以选择台诚清交的研究所 那如果你是中前半段也是可能前40%的同学 那你可能可以选择的就大概是在中自备左右的一个研究所 那以下的这两个这些学校呢 就是以前的学长姐比较常会选择的研究所 那当然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比如说建筑的防控的升工的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组未来能够选择的研究所是还蛮多的 不会被局限在说你只能做空调之类的 那可能台湾空调的移救所又还蛮少的 是不是未来没办法升学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不会有的 而且我们组的学生像前面主任有提到说 因为是小班制我们一个组只有20个人 所以其实你的竞争压力也不会太大 你就是那20个人在竞争而已 所以你知道大学期间可能稍微念点珠 维持一定的成绩的话 再采用推证的方式 我觉得未来是还有蛮多的出入是可以选择的 好那第一阶段就大概到这边 接下来是我要讲教程的部分 那首先是为什么我要先去考教程 是一开始 一开始我就在面试之前 我就觉得我想 就我想要当一名生活科技老师 但是为什么我不是去课教组 而是选择能源组 主要是因为我不确定未来的教师名额 是不是会饱和 那若是饱和的话 我会希望我能够拥有另一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够去业界就业 所以我在选择时就选择能源组 并且在大一就考的生活科技 教程生的身份 那我来说说看修教程的好处 也还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教师大有两个校区吧 就很多教程课都是在和平校区 但也是有部分的课程可以在厌朝修读 那好处的话就是 是前面有说到的 可以多一条教职的路走 那在修读的过程中 可以认识不同系所的同学 从大学部到博士班都有 甚至还有业界的人士 那在他们的聊天的过程 就可以获得很多职场的生活 教职生活 还有一个等等资讯 还有最近议题的那种看法 那就是可以说 就是去和平要坐校车 那以上就是要30块 其实还蛮贵的 那可是如果去修课的话 就可以申请校车的车票 然后就可以顺便到和平 吃好吃的东西 那说不方便的话 就是也就是校车了 因为校车的时间 它并不会 它会依照课的安排 可是它可能就两个小时一班 这样子 那有可能就是 就是我在排课的过程中 会发现校车抵达时间 大概会比课堂 早了一个小时 那就这个一个小时 就要自己去安排规划 还有就是礼拜五早上 只有礼拜五早上的早八 才可以 才可以有校车搭去和平 那如果有排在 礼拜一到礼拜四 早八的课程 那就要自己前往 就可以去就骑车去或者是 搭捷运到文化东西站 那也是如果家里住在附近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回家 然后再过去就好了 那我修了这三项课程当中 我从这三个学习到的知识 从能源组 我可以学习到冷冻空调的知识 还有应用计算 还有相关的软件使用 它会有那种 Rivet 什么CFD 的样子 对 那科技组的话 我学习到就是 创新思考 然后辨论方式 机构与结构 工具使用 还有机 机器 机器的操作等等的 那教程的话 就是他们可以学习到 教育相关的基础方法实践 教程 设计教案 口才表达 然后应变能力 还有可以 怎么将基础方法 融入你的教学心中 不好意思 大家应该蛮关心 就是好不好过 那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 能源组的话 专业课程偏多 而且 比较深入一些 成绩 以考试计算为主 对于高中生 可能是个新东西 那 对我来讲 我觉得 他因为 没有一开始 一开始没有任何概念 所以 我在学习的时候 是从零开始的 嗯 个人感想就是 偏硬吧 就 意思就是 考试就是要读 就是不能偷来 就是想要靠老本之类的 嗯 科技组的话 实作课比较多 像什么 木工 木工 机械加工 陶石加工等等的 那成绩的话 以报告考试作品 为多 嗯 然后 学科的部分 会与高中物理 从 部分重叠 就像有些 嗯 例举 例举那一种 嗯 那个人的感想是 还行啦 嗯 就是有部分 之前有学好 就是可以 稍微吃点老本 这样子 嗯 课 以分组报告为多 那成绩的方式 就是 考试报告都有 就是要看老师 他的习惯是怎么样 嗯 考试的话基本上 不会到很难 通常都是选择题 再加一点深论题 那学习的部分的话 是从零开始学习的 然后不同的课程上课 内容 会有反复提到 某些理论 就是某某某某 提出了什么什么理论 然后他基本上都是 共用的 所以 个人的感想是 他算是偏好过的一种 那 考教程是 因为是一年考一次 而且都是分布在下 下学期 下 对 下学期的时候 所以在报 报名 资格第一点看到的 前一学期 学业平均 就是属于在看上学期的平均 就你要什么时候考 像我是在大一的时候 大一下学期去考 那我看的就是 大一上学期的成绩 那 后来是笔 那 会有什么样的准备 就是他会分为笔试 还有面试 那笔试的部分 笔试的部分就是 呃 国文还有教育科目 国文的话 我自己准备是去 去学校官网 刚刚于寒学姐 有讲到的那个 学校官网 去找他的历届考题 然后 再自己去 去复习高中学册的时候 的字音字形 还有古文的部分 教育的话 一样是 有学校的那个 考古题 还有就是去借教育 概论的书 回来读 然后在那个后面 就是考古题 后面的生论题 还有课本后面 书本的后面 那个生论题 在自己去做 拟答的部分 那面试的准备的话 首先要自我介绍 大概 不会很多 三十秒到一分钟 左右吧 那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你为什么 要考这个教程 就是你 可能会 可能是因为兴趣 还是 你想要 你想要走 什么样的路 就是你的动机 那 第二点的话 就是他会有面试呢 面试的问答 那就是考官就会问你就是 跟考试科比有关的题目 像那时候我 我是我面试的时候 是有两个人一起进去的 所以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是 同一个题目 两个人分别回答 但是他是 但是在回答的时候就是 他会针对 A A这个人 的 他考 假如说他是 考体育系好了 那他就会跟 就是问他 体育相关的 东西 那我是 升科长他就问我 升科相关的东西 那 过来就是 十四期的部分 就是你要看什么 新闻啊 那些的 他那时候 我什么LGB 如果 如果校园有 LGBT的学生的话 你会做什么 这样的处理 你会 你会不会去排斥他 我自己回答是 是 以我个人经验 他们相处起来 是 是 跟一般人 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 并不会有相关的 瓜葛还是什么的 那还有就是 事件的处理 他可能说如果校园 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学生有什么 发明什么现象 你会怎么去做 这个处理 就是要 你要考你的 反应或者是 你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 你 他会做 什么样的 安排这样子 那这是我大学四年 课程安排的 还有规划 那我首先是 是去 是看能源组的必修 选完之后有空谈 再去选 科技组的必修 那如果 如果还有空谈 或者是有 或者是有那个什么 重叠的部分的话 我以能源组必修为主 而过来就是 有空谈 再去修 教程的课 课程 然后最后才会是 选修 就是去选 我想要的选修 所以在大一 大一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教程 所以我在 我都是选择 能源组的必修和选修 而且 能源组的必修和选修部分 会和 科技组的 科技组的 那个必修 重叠 所以在最后 考完教程之后 我可以去做 抵修的 就是抵修的 那个动作 所以我也不用去 重复的选课 那在大二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 因为 能源组的课程 比较多 那我就 加了部分的教程进去 就没有 特别去修 科技组的课 那到大三的话 因为 课 比较专业 但 也相对比较少 所以 我就有 多余的空谈 可以去 去修 我科技组 还没有修过的必修 那在家 教程进去 那到大四的时候 我就 就是修 我最后还没有修完的 科技组的课 还有教程的部分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因为 那个 有点像是党修的作用吗 就是 教学 教材教法 但是你在修教材教法之前 修完教育学程的12个 就是至少12个学分 好 那就是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安排好的话 就有可能会 要延避 对 那我自己是 现在到现在是 还蛮刚好的 所以 是有机会 不需要隐蔽的 谢谢 OK 那接下来 换我来 为各位说明 那首先 我是四年级 能源组的学生 那今年考取了 教大机械硕士 那我专业证照的部分 有甲级技术士 那校内经历 也有参与 学校的一些 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活动 那也是学生代表 那在校外经历的部分呢 也有参与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担任亲资委员 那本身也是 那个宇求裁判 OK 下一页 那首先 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劳动部 冷冻空调装修 甲级检订厂 那我们系有建置这个检订厂 而且是台湾南部唯一的检订场所 那这个训练场主要就是训练学生 具备有甲级冷冻空调的实作能力 而且要会去解决这个甲级冷冻空调的工程问题 那学生呢可以去参与这个 精密冷冻空调研究室 那个陈荣顺老师的一个这个研究计划 那他是跟工会的一个产学合作 那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日后毕业也可以来考取这一张 取得五状元的部分 那甲级的训练项目分为三大战 第一大战就是我们的风量跟水量的一个试车调整 那这个风量跟水量呢 很常在外面我们看到冷冻空调一个TAV的一个操作 这也是我们要熟悉的一些仪器的设备 那第二个检定范围呢 是恒温恒斯系统的一个自动控制配线设定 还有故障排除以及我们试车调整 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也会绘制了我们冷冻空调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空气线图 那去了解这一整个系统的操作 那第三个检定范围呢 是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 也就是大型的冰水主机 那他去做一个试车的检定设定 还有包括调整故障排除 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今年我们的考场更新 也有加入了这个运转效率的计算的这一部分 那后续呢也会陆续去开办这个培训的课程 OK下一页 那与工会的产学合作啊 我们主要是利用假日的课余时间 那个不定期的会举办这些培训课程 那我们学生参与的部分呢 就会以工服生的角色在旁边去协助整个培训厂的运作 那也从中可以去学习到讲师以及这个产业界这些老板啊 这些人这些专业人士那来做交流的部分 那途中呢其实可以看到说 讲师们他也会结合理论跟实物的应用 那比如讲解说主机电路Y Delta就是一个降压启动的一个原理 那也介绍了离星式冰水主机就是我们说的中央空调的构造 那也会实际的去操作这些机台的运作 所以是非常充实的一个产学计划 OK下一页 那我个人的相关修课的课程规划是像图上面所示 表格上面所示 那我们系呢其实课程是相当多元啦 大学部其实可以修的包括我们分成两大部分 就是能源科技与力学工程还有电梯控制与资讯系统整合的领域 那这些其实在实质上面来看 就是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整 所以学生所学的领域可以很广泛 那在毕业生也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学的这些知识内涵是比其他系所来的更加多元跟丰富 那我是在第三学年去考就是大三的时候去考取的这个甲级技术士 那其实可以看到在第三学年课业其实是非常繁重的 所以其实利用课语的时间也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练习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跟那个陈荣顺老师也可以说想去这个检定场做练习的部分 那当然也要有老师或者是专业就是要专家或者是讲师的陪同 那因为毕竟我们是在操作大型的机台 那也要有一定的安全考量 ok 那下一个部分 hello 下一页 ok 那我们能源组课程安排的三大方向 主要就是三大点 第一个就是基础理论的课程 那我们就是培育学生要这个工程系统的一个设备规划跟设计的能力 第二个呢是工程专业课程 那我们我们组啊我们系就是有培育学生要有这个工程技术 专业软硬体的工具整合运用的能力 那包括说电脑辅助工程分析 还有能源模拟分析 热交换工程电子散热技术 这些等等的课程呢 都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重要产业 那也是为学生日后的研究目标作为将来的准备 那第三个比较特别的实务研究课程 刚才主任也有提到说 会广邀业界的这些学者专家来做相互的交流跟研究 那也可以得到不同专业领域的这些智能跟研究方向 那让学生具备了有这个 还没有上一页 让学生具备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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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有系统验证 性能验证跟调教的一个能力 OK 好 那下一页呢 主要我们能源组也有特别设立的这个奖助学金 那第一个就是日历的奖助学金 那每学期呢 会有1万块 那 第二个是我们胡耀祖博士 工会的胡耀祖博士奖助学金 那 会有3万 3万块的这个奖助学金 那第三个呢 是和泰能源 也有这个奖助学金 第四个也是工会的这个肖青山先生的奖助学金 其实能源组拥有许多就是奖助学金的这些补助 那只要成绩在前半段呢 都有机会来争取这些奖助学金 那我们的教学特色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 那也会去分析这些软体的技能 那第二个部分呢 有产业跟业界的实习 那业界实习主要是二升三 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利用暑期的时间 那也去业界了解一下这个现况 那产业实习呢 就是前面也有提到的说 利用四下的时间 那去跟这个业界去做一个职场的结合 那第三个就是业师会协同食物的教学 利用专家学者 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跟互动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有非常基础的这个学科教学 那也是会衔接国家考证照 那也就是那个冷冻空调技师的部分 ok 下一页 那最后呢 能源组未来的出入 其实就是前面也有讲到 就是有升学跟就业的部分 那升学也就是大多都是又有关这个能源与热流领域 当然也有冷冻空调领域 那就业的部分呢 也是有毕业的学长姐 那有考取了技师资格 还有到台湾开立公司 担任工程师 还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这一类等等 那就业的部分也包括了说 日后如果有修读教程 也可以去当冷冻空调 或者是电机空调科的老师 那以上是我们能源组 为各位简单的做说明报告 谢谢 好 那个 那个一词你们可以退掉 好谢谢 这个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邀请六位大事的学长姐 能源组跟科教组各三位 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 就是让我们高中的同学跟家长来了解 能源能动空调跟我们科技教育组 在学习上的一个 就是未来会就是学到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课程内涵 以及毕业以后的一个就是进入 那接下来 剩下的就是有10分钟 我们有 规划Q&A的时间 不晓得我们就是家长 有没有就是 未尽 就是 详尽的部分的说明 可以提出你们的疑问 我们会来回复 甚至请同学来做这方面回复 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们是不是请 我们另外能源能动空调组 我们张智章老师 智章老师也在线上 那智章老师现在有还在吗 我在 智章老师你要不要 就针对刚才就是 我还有同学没有补充到的地方 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是就已经 大部分主任跟这个同学大概都有讲 讲到了 然后 那其实 剩下的部分大概就是说 家长或者是考生他对我们系上 不管是这个科教组或者是能源组的话 他有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的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 即时的来做这个说明的话 会比较适当一点 对 ok 好 谢谢 这个 我们刚才针对能源组跟科教组 同时都有同学 就是针对他个人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他在大学期间他如何来规划 那我们也欢迎 同学今年高三的同学 你们也可以能源组跟科教组同时来悬田 那近来 到底是适合能源组还是科教组的学习 我们就是 刚才有听到我们 就是其实在这几年 也有同学 就是他认为他能源组 读完以后 比较适合科教 也有读完科教组 比较适合能源组 在我们系里面 自己 做一个比较简易的转组 那 对工程领域的部分 跟教育领域的部分 我们这方面的课程都非常扎实 那 我们同时也让学生 有更多的试探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在规划 不管是产业实习或暑期的实习 可以搭接着对学生 对食物界的一个了解 好 那个曾婉青 这个曾婉青是家长 是针对小教的部分 我看一下 他说 请问修小教需要什么条件 哦 这个刚才我们那个宇涵 学姐有稍微说明 这个宇涵 高宇涵 他其实是台中教育大学转过来的 那 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要请宇涵 帮我们家长回复一下 好 家长好 那如果要休小教的话 一样就是要先考试 就是考教程的资格 那他这个教程的科目内容 就可能会包含教育概论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教材教法 跟主要还是教育理念的部分 那其实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除了你食物上的 食物上的那个考试通过之后呢 你其实要想的是 就是之后你的修课规划 因为小教这46学分修下去 是非常有可能会延避了 像我就是 我在高师大延避一年 那因为我在台中教育大学 我转过来的时候 我是只差四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但是因为我转过来 还要再延避一年 所以其实我总共延避了两年 所以如果要修小教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要考虑你的教育规划 就是你的教学 你的大学的修业期程 你想要修多久 然后再来就是课程 课程很容易被打修 就是如果你 你系上课程跟 失陪的课程 他们开课是不会相互协调的 是你自己要去协调的 像我这学期就跑台南去修课 然后呢我上学期跑屏东去修课 所以如果这以上条件都不会 都不会觉得很困难的话 那么其实小教室很好选择 因为其实小教现在缺很多 虽然小教现在没有生活科技缺 可是教授们现在目前都有在推广 所以其实小教室 以后是很有可能就是会有 就是科技相关的课程 是可以去当老师的 以上谢谢 这个同时说明 因为对各位来说 这个小教部分 不是我们公教系主要的培育目标 那如果要去考小教 我们学校有培养小教的名额 那就是就像我们刚才宇涵所讲的 你额外还在去修课 这个部分提供你参考 那许燕瑞有谈到 请问一下毕业 有没有什么需要 什么证照多益 那个许燕瑞应该是同学 我们不会逼你考证照 我们的课程是 你读完以后 你具备有考证照的能力 那考证照都是同学们额外 花时间去练习去报考 那我们考上以后 我们有另外 我们现在有高教生根的计划有补助 我们是有鼓励的 没有说一定逼你要考 这个可能不一样 你不用担心 但是我们通常学生 上完课他有兴趣 我们会提供资源 这几年我前面报告有讲到 我们学校的资源非常丰富 那像我本身我在辅导 考机械加工的证照 学生一毛钱都不用花 那其实可以省家长 大概3000到5000塊左右的 材料费跟道具费 都是我们系上免费提供 那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 就是学长 义务来指导 这个学弟妹来证照考试这个区块 那这个部分就是 期待就是喜欢动手实作的同学们 就是来到我们系上 尤其是科教组 那能源组也可以来修这些课 刚才那个玉淳 已经推增上交大机械系的邱玉淳学长 也是这学期有来修 我的机械制造的这个实作课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课程互相 就是可以去跨组来学习的 这个以上说明 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那个徐燕瑞同学的这个问题 OK 不晓得还有没有 OK 谢谢 也欢迎您 这个徐燕瑞好像是在马公 是马公高中的这个校友 我们今年跟去年 各有一位马公高中的 就是工会生 就是毕业 那 接下来要回马公 回澎湖来任教 这几年我们连续都有 这是优秀的校友 来到我们系上学习 好 那个廖宇沁 你可以直接说是同学吗 是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 刚刚看关于科技教育组跟能源组的 就是关于他的考照 是不是 科技教育组主要是因为当老师 所以他的考照可能有过丙级就好 哦 那个廖同学 可能不要误会 因为那个丙级的部分 其实是 因为我们系上 比如说机械制造来讲 我们是 就是基础的学习 因为高中生是从无到有 什么都不会 那我们 依照我们课程内涵 我们去 规划这个学习 那学生去考这个丙级 对学生来讲 我刚才有谈到 其实这个 呃 一般来讲像我们 机械制造 的机械加工丙级 学生就是考丙级 他其实一学期修这一门课 再花大概 自己大概一个月时间的练习 就可以考到丙级 那如果你要考这个丙级 要花更多的时间 可是对我们公教系学生来讲 他其实不需要 来到就是所谓的 机械加工丙级的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我们的机电整合 我们就有机电整合 丙级的训练的设备 那我们过去有毕业的学长 他科教主 他有拿到机电整合的议级 因为机电整合在高中 生活科技教学就非常有用 甚至于在产业也非常有用 那所以我们系上 就是同学他就会 就是花比较多时间 来机电整合的议级考试 这个部分做说明 我再强调我们这个证照考试 完全都是学生自主 我们不像科大或技职学校 我们就是好像用逼的 我们是鼓励性质 你拿到证照 我们会提供奖学金 就是补助给你 那不会因为你上这门课 一定逼着你要考证照 但有些同学为了自己的职涯规划 他会积极来参与这个证照的考试 就是这样子 那那个廖同学我这样子回复 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有 谢谢教授 好 这个也欢迎你们来 就是就读 不管是科教组或能源组 这个我们能源组是以就是 技师跟甲级症照的课程内涵 搭配来做这样子一个教学 那同学不需要补习 毕业如果你认真 你推增就可以上 就是台经教程 这个鼎纳的相关的科系 那 报考这个技师 这个部分 也可以 就是大家接着我们应届 这个不容易 应届就有人就是录取 接下来我们4月份 会邀请回来的 毕业校黄友德就是应届 他就考取冷冬空调的 这个高考的这个及格 这个都不容易 所以这个未来在就业市场 他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一个薪资 这个我想 未来如果进来以后 我们会有这部分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也是因为 就是我们在工程领域的 这个证照的一个教学取得 那我们的学生这几年在生活科技 高中生活科技老师的教师生事 入取的名额非常多 我们毕业的校友 因为有专业的这个 就是工程领域的学习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 我们现阶段 高三的就是同学在选择 就是 毕业的时候在选择未来的科系 提供 详细的一个说明 跟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这几年我们就是在设备的 我们就是花了非常多的一个力气 从教育部取得 不管是学校的资源 还是教育部取得这些 就是教学设备的一个挹注 我们都非常用心 我们期待同学就是来公教系 就是这四年可以理论跟实物可以去整合 然后可以想升学的 可以考到推增到不错的学校 然后就业的我们会搭配 大四下学期的一个实习 这几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改变 那同学们的就是 就是毕业的一个就业 就是都找到不错的一个工作 那有的是实习完以后 他就是先去念研究所 接着就是公司也会保留这样的一个职缺 那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毕业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规划 那科教族这几年 因为科技领域的这个 教师正式名额比较多 所以这三年来 我们多数的这个毕业校友是以担任老师为主 我们的教征也考得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就是毕业 没有办法应届考上 通常同学都会去 大概多待一两年 就是去当代理老师 也都顺利的考取的 那我想这几年我非常多应届就考上 教师正式当老师的这个科教族的毕业校 那这个部分 不晓得 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了12点 不晓得我们还有没有 同学或家长有什么问题不用客气 我 我们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有露营 我们就是如果 刚开始没有听清楚了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公教系的网页 我们会提供连结 来看今天这些资讯 那我们欢迎同学跟家长 尤其家长来帮我们宣传 就是提供给更多高三学生来做参考 来申请我们学系 不管是科教组或能源组 那我们助理在资讯栏有一个就是我们 在资讯栏提供一些就是问卷 请各位再帮我们填写 那我们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那很感谢今天就是六位大师的同学 准备非常完整的一个简报档跟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有请就是我们高三的同学 就是如果有问题 如果今天听完有问题 或者说你同时填两组 你担心就是会有这个 或者填我们公教系 又填我们学校其他系 那你在那个 二阶进二阶interview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你在时间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做安排 你来到这个系上 就是或者我们学校去做面试 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做一个 就是时间上的一个调整 请家长或同学不用担心 这个部分我们只要你打一通电话 到我们系办 这个 这边有一个NKNU理师贤 是我们的助理 就我们助理会提供 这样子一个服务跟安排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就是结束 感谢各位的参与 然后也就是期待我们 就是可以在二阶 跟同学或者家长来碰面 好谢谢各位 谢谢